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讲一些人间的事情 想第一问你 陈正恩博士 你有没有认识一些TWINS吗? TWINS吗? 不是那两个 那两个都是勾的 真正的妈生的 我也有认识的 当然如果有朋友可以生那对妈仔 或者妈女很开心 龙鳳胎也有那种惊喜 我们都会知道的 尤其是那些童韵雙胞的现象 那些大妈、小妈两个很像样的 其实也有一些有趣的问题 它似的程度可以去到多少呢? 其实都可以去问的 不是说一些性格的问题 会不会有些身体上的特征 都会有些东西可以一样或者不一样呢? 但是据我所知 这个所谓 identical twins 是似到 那些人分不出谁打谁的 一个人可以模型另一个人 是的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 完全分享同一组的基因资讯 所以就是他们那些外表特征 应该完全一样 他们可能在胎儿时期或者出了世之后 他们受到的外在环境可能有轻微的差异 于是乎有个轻微的不同 跟着令他们生得越大越不像 就是又不奇怪的 就是我们经常说nature还是nature or nurture 究竟这个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决定呢? 但是起码尤其是这些铜卵雙胞 很像很像的那些呢 基本上他们分享同一组的基因资讯 但是同一组的基因资讯 我们都知道不代表它一定所有东西都一样的 有一个刁钻的例子不知道你知道吗? 有non identical twins 是什么情况呢? 是那个精子就是受精的卵子 是受了两个不同的精子影响的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例子? 相反的就比较容易了 如果是同一种的 同一个精子不是同一个 就是同一批的精子同时使用两个卵是受精的 那些就是二卵的双胞 但是如果你说的那些是同一粒 入了两个精子进去呢? 那些是另外一些情况 那个情况是怎样呢? 那个妈妈是在和两个男性性交之后 同时产生一对的twins 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但是都出现过的 是的 这只能够说生命机制的奇妙在这里 就是很奇妙可以的 好了 那我们讲回这个 identical twins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件事呢? 就是如果这件事是相同 又有什么不相同呢? 就是不相同是微小到哪一个部分呢? 那你如果说那种 尤其是有些性格的取向都会一样 另外那些外表特征都会一样 那其实我们这一节很集中讲一个问题 那些手指毛会掉 其实我们原来是有在基因的分析里 是找到一些基因可以和我们的指纹是怎样呢? 是有一些相关的 就是相关的意思就是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找到部分的证据呢 那个指毛和手指纹是怎样呢? 是可以有基因决定的 但是不是完全有基因决定的 那如果你去检查一下 这些这样的很相似的那些同卵相胞胎 那个样子好似 性格好似 你喜欢的东西好似 你又特意让它穿到一模一样的衣服 又很容易混乱去呢? 但是你的指纹是不一样的 那其实这件事就很有趣了 为什么同一组的基因讯号 可以有些东西出到一样 但是比如指纹这些东西竟然出到又不一样呢? 那就成为了一个很有趣的生物学上的问题 但是是什么决定这个指纹的pattern呢? 那这里就要说了 我们找到部分的原因可以由基因解释到 那就是说如果它似的话 我们找到一个基因可以解释到 但是如果不似的话 我们都找到一些其他的因素在那里 其实这次来说呢 我们有一个初步的答案 就是原来我们去找回 就是这些任何人 胎儿就是被妈妈拖住的时期呢 它由那个受精卵一直发展起上来的时候 当然它会发展成身体不同的器官部分 是不是? 那你会在一个比较大尺度来说 有手有脚你有多少我有多少 形状是似的 那些骨头长一些短一些是似的 那些手指甲怎么生是尖一些扁一些也是似的 那这些整体上的结构是一样的 但是去到一些比较微小的结构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就牵涉到呢 它怎么样那些化学啊 那些或者生化的讯号 怎么一浪传一浪 然后叫那些地方去走位 形成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结构 就是你可以想象 一个手指仔又没有变成有 怎么由那些仇精卵一路分裂分裂分工分工 一路形成 跟着一条条 就是开始有一些 懂得形成骨头还骨头 手指还手指 手指甲还手指甲这样去走位 那其实背后就是基因的资讯 就是可以作怪 但是呢 去到那个子民的层面 又会有一些不同 其实这里有一些东西呢 可以拉回我们前那两 比如两截前讲到火星那里 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 就是火星的题目的时候 当它如果有个湖 或者有个海 它干绝的时候 下面剩下一些水的波纹 那这些水的波纹是怎么形成的 完全是受到当时那个 外在物理条件去影响 只要是外面有一些的扰动的话呢 那你就会自然形成到 这些这样的波纹在这里 其实我们这些这样的手指毛啊 掌纹啊 甚至乎皮肤上面一些的纹理呢 很多时候就是 就是可以 有一部分可以运用到这些解释的 这些这样的生命 这些生法的信号 在我们的手掌一路传递 对手指尖一路传递的时候 不过意就形成了这些这样的手指纹的就截在这里 那这种手指纹的就截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很想问一下观众 如果你去看家里的宠物 它是有手指的话 就是你就算说 你猫猫狗狗 你也有个手掌啊 它们会不会有掌纹啊 它们有什么呢 但是呢 我想没有人家里养黑猩猩 但是如果你真的看灵长类动物 这些黑猩猩的东西 它有手指 有指甲 有指纹的 它们也有 人类也都有 原来这些这样的指纹 也都不要讲到 我今天先讲形成机制 原来是有用的 就是一个手指纹 就是有手指纹的人 其实对于外界那些材料 那种質感 是相对比较灵敏一些 这个你问我具体上是还是不是呢 我自己都很难去验证 就是起码你知道你戴了手套 你对外界的感受会弱了 但是可能也有些朋友 可能做家务做得多 真的有些人做到 连手指纹都磨平了 也都有 就是受伤 他可能受伤 就是手难得多 最后呢 好回又伤了 最后连手指纹都没有了 于是乎呢 他连过那个出入境的 那个医通道都有问题 这些人犯罪最好啊 不留下指纹嘛 但是都是一些辛苦的痕迹来的 比如那些人士 其实就是说 他对于那种外界材料的质感 那个灵敏程度是会低的 就是这些手指纹呢 你不要小看它 它是有些用的 就是我们是由那个实验那里 去验证出来的 所以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这些呢 能够那些灵长类动物 他的手比较 就是比较灵巧的 有它灵巧的手 那原来不过意 都黏了一些呢 一些的演化上的优势 就是我们这些手指纹 那这些手指纹 当然不是说有意识地加上去 但是就是在那个 我们孕育的时候 形成的过程呢 就是不过意 就是由这些这样的生化信号 一浪一浪这样去来的时候 有个妖动这样去出现的时候呢 就是你想想那些物质 那些这样的输送 那些循环 未必是很稳定地供应的 可能是有一些一浪一浪这样来的 于是乎就形成了一些这样的 波纹座的结构 就是我们就变成了 我们看到的手指纹 原来是 就是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说 是这样去发生的 就是如果就算看那个 就是我看回我那个参考资料 就是Waves of chemical signals 就是spread across developing fingers 于是就留下了这些痕迹 那你又可以问 那这些这样的生化的信号 其实在我们全身都有的 为什么唯独就是 手指尖那里会特别多呢 那这里我就不知道他们 怎样去解释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这个指纹是自然界 给我们的identity code呢? 嗯 其实都是的 也都很意外地就是 竟然可以是双胞胎都可以不同 就真的成为了 就是除了DNA之外 就是我刚才说 如果对于同伦双胞的话 它的DNA都是一样 但是也都可以给到 他们两个不同的features 竟然可以有个指纹 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也可以说是 就是他们在成胎形成的时候 那种处身环境上面轻微的差异 是不是? 一个在高点位 一个在低点位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一个近胎盆 一个没有那么近胎盆 或者他摆位 有时在移形 换影换位的时候 就可能已经令到 他那个的 那些这样的生法信号 传递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很微小 微小到不重要的差异 但是这个微小到不重要的差异 可能就决定了 最后出来的指纹的差异 是这样的了 但是如果从那个或认上 就是世界能力的历史上 那么多人 不可能是没有出现同一个指纹的pattern 这个你就只能够去统计那里知道 就是究竟在我们现在 就是这样说 负责去做这些指纹认证的那些人 就是你都知道现在去到 不要说去到出入境了 你其实一部电话 你都可以用biometric 是吧 这个基率有多大有多小 其实很清楚的 就是他们甚至乎就是说 不需要用整个指纹 甚至乎在上面找到哪几点 他都不需要用整个指纹的资料 已经基本上确定到 这个就一定是你还是不是你 所以我会说 我们去测量这些指纹的差异的能力是很高 高到那个地步 我们基本上 我们看来以为很像的指纹 在那个机器看之下 其实都可以 都知道不一样 那这样是其中之一 那当然了 其实就是人类与生俱来 还有一些的pattern 其实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不是在说这些指纹 指纹就是我们自己看都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们很容易有兴趣 但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些朋友 曾经去过一些帮衬 就是在某些银行 他们用一种叫做静脈血管造影的方法 认你的手指里面的血管的pattern 就是不是用你指纹 是直接用你的手指里面的血管的分布 去做你的identity 那这个同样就是我们知道是因为人人都不同的 就算是双胶胎都会不同的 就是另外一个feature 但是这个feature就是你真的用机器来看 而我们人自己都不是不容易看到的 那以前看特务片就是 看着眼睛 瞳孔那里 瞳孔 是的 这个是真的吗 瞳孔现在有些国家去出入境界 去查瞳孔定你的身份 不是打指纹的 查瞳孔的好处就是 它不需要你有任何接触 可以离远用相机看就看到 那你只需要看着镜头 不需要被人碰到 是不是? 那在瘟疫的时候就非常好的 就是你直接不需要碰那部机器 你知道如果你过医通道 你都要有时候抹一下手 烧一下毒 有些不生性的 扭一下手指才去黏下去 我试过一、两次按多少都按不到 那没办法的 可能是距离敏度不好 或者可能我们的指纹不巧 就是做得粗重的事不够深 那也会是这样 但是人体上面 同行 剛才我说的那些 手指里面的那些 植物血管的分布 指纹 这些都可以成为一个 我们辨别一个人 一个很unique 很独一的一些 我们叫biometric 一些生物的 道愧资料 是啊 那譬如我们的声线 是不是都是独特的呢? 声线 你说 我们都知道有些人说声会迟些 是不是? 会撈亂的声 我想声那些 只能够做一个辅助的性质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的声可以变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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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病不病 我们有不入咪 我们是处身的什么环境 我们的声音可以变 那甚至乎 也很实际的问题 我们在那些气压高一些 气压低一些的地方 我们的声音其实都会不同的 就是那个自然的频率不同了 所以声音就只能够说 其中一种辅助的性质 它要容许一些的误差范围之内 声音本身不是纯粹的声音 声音是要我们和外在的环境 特别是那个气压之间的关系 是 所以不同的同行 同行 任何一段的条件下 都是那个同行 是 是 你不够分 你熊根多熊根少女都拍到同行 是啊 是啊 所以这个 都是一个测量的方法 但是 甚至现在我想 有些地方 是全身和你scan过了 据我知深圳 某大企业 你进去的门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了 就是 给你scan了 跟着就 展示了你的资料出来 你才能走进去的 啊 这个就去到 那个个人CNN 搜集到多少资料 才能够确认到你身份的问题 原则上你可以搜集所有的资料 但是最后 需不需要用到 所有资料 你确定这个人的身份呢 那这个就另外一个问题了 好 可能其实只有一样东西 就已经可以了 但是他要知道那么多东西 那么多东西 后面有一些其他因素 好了 这次要结束 我们下一节回来 就是这个科学回忆路 好吗 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